總統賴清德院長 還有我們卓隆泰主席 今天我要宣布邀請賴清德院長 擔任我的競選的搭檔 一起投入2020的正副總統的選舉 執政的第二年 我們分工合作 一起面對挑戰 回想起來 那應該是執政最辛苦的一段日子 在我們兩任院長接續的投入與努力 我們打下了執政的基礎 在蘇院長接放之後 我們開始展現了我們的政績 今年我跟賴清院長歷經了一場初選 今天我們決定攜手合作 一起為2020年的大選來努力 國民黨的對手見縫插針 用不堪的語言來形容我們 我們的黨名是民主進步 民主當然有競爭 但競爭是為了進步 而且不管競爭有多激烈 最後我們都會緩解 我也在這裡要交付清德一個重要的任務 清德當過立法委員 也當過行政院長 所以了解國會過半的重要性 因此我要拜託他跟我分敬合集 全力充斥我們立委的選情 爭取國會過半 把進去執政的道路鋪好 把所有支持改革的力量凝固起來 今天很高興在這裡宣布 陳副總統已經答應出任我們 全國競選總部的主任委員 我要在這裡說一聲 謝謝你 打仁哥 民進黨在明年關鍵的選戰 我們能再奉獻給台灣人民的是什麼 首要之務不就是團結守護台灣嗎 有感於蔡英文總統的誠意 也從許多民眾的期待當中 我看到了自己的責任 我決定接受蔡英文總統的邀請 擔任副手搭檔參選 我也將竭盡所能協助蔡英文總統 完成這次選舉的總目標 我和蔡英文總統 就如同我在初選時曾經說過 是同黨同志 不是敵人 連對手都談不上 我們曾經一起打過許多選戰 也一起經歷過許多困難 未來我們也將共同面對更多的挑戰 請大家支持蔡英文總統 感謝陳建仁副總統 也請大家支持卓榮泰主席 支持賴清德 讓我們大家在壯大台灣的路上 並肩同行 用行動帶來希望 2020台灣要以2010 台灣要以2010 那就是我的事 如果 通常人在家中 就成功了 我已經是一位 不太多了 在家中 都會做得到 平安 我想 出了 在家中 都會 在家中